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刚走过2021年的金涛骇浪 紧接着2022年俯开春 国际局势顺习万变 更加动荡不安 在这里还是要祝大家新的一年 万事如意,平安健康 法律有明文规定 属于免税的特定所得 完全不用纳税 例如婚伤喜庆往来的红白包 当然也包括刚刚过年时 才领到的压税钱 我本身是一名太极门弟子 26年前沉蒙我师父愿意收我为徒 所以我特意进城了一份禁师礼给师父 这本来就是固有良善文化的一部分 无奈26年前的1219太极门案件 检察官侯宽人罗字诈欺及逃落税的罪名 在起诉书中将其捏造的不实金额 一方面屋子是诈欺所得 请求法院没收 一方面由屋子其为补习班学费及营业收入 另行移送国税局违法课税 当时的国税局并没有进行实质的调查证据 反而直接抄袭起诉书的内容作为课税依据 然后以逢任美容记忆补习班的名义开出税单 国税局以补习班名义克处太极门重税 但是补习班的主管单位教育部却前后三度明确表示 太极门绝对不是补习班 于是财政部命令国税局要再去调查 进施以的性质到底是赠予性质还是补习费 函查调查结果后来出来了 全部206份回函都表示 进施里绝对是属于赠予 但是国税局局长却放任下属 伪造文书 隐匿函查表 以至后来误导宿院会做出错误的驳回判定 我们先来听听看专家们怎么说 责税权它是击害人民财产权的一个措施 那这样来讲的话 它当然要严格的遵守所谓的法律正当程序 还有公平正义原则 如果今天计政机关它违反了所谓的正当法律程序 而且它不符合公平正义的一个不当的课税 我想这时候人民它当然是有权利可以拒绝缴纳的 处理法律问题的最基本关键是认定事实 那认定事实的最基本关键就是证据法则 你要认定事实你要有证据 那证据不能随便你讲也算我讲也算 到底谁讲的算 所以要有证据法则 那既然是证据法则很重要一点 它既然是一个法则 它就应该被明文规定 就不会有产生有人为主观的去判断的问题 我们在诉讼上面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举证之所在 败诉之所在 也就是要负举证责任 你就抽来蛋 因为通常你有办法举证是没有问题 没有办法举证的时候 你就必须绞尽脑汁 可是我们在现行税制 接生机关在磕税的时候 它很简单 我最大 税单开出来以后 那人民说这不是我 不是我的税 这个税这个单有问题的时候要怎么样 好啊那你举证啊 你有本事你举证 没本事你就搅 就是这样子 我自己也碰到一个例子 我收到一张税单 然后它上面就写说 我承办了一个某年某月的一个什么案子 这样子 那我看一看 不对啊 那个时间我没有再做这个案子 那我就打电话 就直接跟那个承办人员联络 他说 那个方帝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的那个电脑系统 只能打出方文 第三个字 他打不出来 那我就想说 哦这样子 所以他没有办法判断这个税是谁的 方文X 好 所以他他就不知道是谁 那他就说 他们的系统也很聪明哦 他就说 哎我就找嘛 那个哦 只要叫方文什么的 有缴过税的 我们的身份证制造的 谁在前面就先找谁 啊我是A 所以我就第一个 好 他就寄单子给我 那我看了吗 我说哎可是不是我 他说啊那这样怎么办 我看得懂他们那个流水号 我就说 哎我帮你查到一个案号 我看到一个上面是一个方文线律师 线就是文线的线 只是他是简体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国税局也是蛮奇怪的 他为什么他的电脑打不出文线的线的简体字 那我后来跟他说 我发现是那位律师 他说那这样子吗 那我方不方便把一些资料给他 我其实我没做过的事情 我如何举证啊 这个消极事实在举证责任的分配里面 是不应该由我来举证 因为我没做过的事情 我怎么去证明我没做过 除了不在场证明 可是不在场证明是什么 我是用一个 因为我人在另一个地方的在场证明 来证明这个不在场证明 所以大家不要被糊隆了 所以就是说 所谓的消极事实 这不应该是我举证 不过我们本于良心 良善的心 我就告诉他说 那没关系 我来跟那个大律师联络看看 同道之间 大家总是会这样子做法 那我就打了电话 方大律师啊 不好意思 那个案子应该是您办 他说我帮你查一下 真的是耶 我说那你方不方便 把你的委任状 跟你判决署印一份给我 他就传真的给我 那我就传真的给国税局 我们整个纳税制度 他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要从人民口袋拿钱出来 反正我找到方文了 那老实讲 那税金额不多 大概几百块几千块吧 如果我今天很烦 为什么我绞掉了 想想看我们台湾 假如说现在是2100万人 一个人绞一块钱 就是2100万 我真的就要拒杀成他 那个举证的责任分配 是非常重要的 请大家分清楚 检察官是检察官 法官是法官 法院是指法官 检察官是检察署 是不一样的单位 如果说今天起诉书出来 那就检察官说了算的话 那大家就没有法院的存在了 所以起诉书 它不是一个中局的 一个裁判的东西 它没有中局的效力 就是说那你自己举证 那就没有想到 我们的没有效救济程序里面 他法官就说 对啊那你举证 就法律人来讲蛮匪医所事 我们的整个行政救济程序里面 它的举证则是完全失衡的 也就是你必须不断的举证 不断的举证 我没做过那个事情 谢谢大家 民国九十六年7月13号的法院三审判决 都明确的讲 地质对失误的赠予 是所得税法第四条 第一项第十七款的免税所得 要课税是课赠予人的赠予税 不是扣受证人的所得税 这个法院都明确讲了 五十五年来一年八十一年 国税局也好 法务部执行所也好 还在执行 将来要怎么采刑 采诉讼 对象先找国税局 那个他们要推到调查局 或者检察官怎么样 那是他们的事情 法律对象就是国税局 一个课税 主体课题适用法律 错误 实际计算金额也是虚拟虚构的 这个税能收吗 非法课税就有规定 我们的税监基增法 第28条第二项 那个是98年才真定的 他讲的怎么样 纳税义务人因税监基增机关 适用法令错误 计算错误 或政府其他机关的错误 而一角之税捐 基增机关因已自知 时候两年内自动查明退还 我说我们定的法律 都对他们很客气的 这个其实基增机关 适用法令错误 政府机关 其他政府机关的错误或计算错误 不就是非法课税的结果吗 他只不是用这个来形容 而不是用非法课税 和你们这个太极美 不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国税局 一直不敢承认错误 不愿意承认错误 怕受处分之类的 我不知道 但是现在反过来 我告你非法证 说换他答辩了 之前我们的答辩 他都不理不睬 所以他换他答辩 自从82年 那个财法 有法院财务法庭财法 收为国税局法务科 自行财法以后 财政部在这个税局计真法里面 也有定有违章案件的处罚标准 和倍数参考表 最高的不正当方法逃漏税 是划0.5倍 结果太极美 完全被吸引稀构 说逃漏税的划一倍 你看又是年度也不对 金额也不对 法条也不对 什么都不对 那现在这些东西都很清楚 这里已经有 所有法条在这里面都有 引述得到的 大法官解释 那大法官解释更是很明显 所有诸说构成要件 都要法律明定 所以他一百多个大法官解释 里面有违宪的解释 有四十多则 四十多则是违反哪一个 第七条的平等原则 第十五条的生存权工作权财产 因与保障 第十六条的宿院诉讼权 因与保障 第十九条的人民依法律纳税义务 还有第二十三条的财华这些的比例原则 太极门的案子几乎都违反这些原则 为什么你刚才所得税法那么多条 二十多款的免税条款 只有太极门的去被课税 其他的都不课 我想说可能容解起来就这样 这个显然就非法课税 你就根据我的书面资料 还有这些的所有条文 看你们的律师怎么先去了解 让他们自知他们是非法课税 然后要自动叫税监基金法来处理 OK不要你们去告 谢谢专家们禁闭的讲解 征税是国家权势的象征 人民的贫穷或富有 自由或被奴役 快乐或是痛苦 最终的结果 绝大部分会是由当时的税制所决定 再看看我们台湾 根据网媒报道 在经济不景气 且薪资相对倒退的情形下 税收却是年年超增 为了鼓励税务员达成绩效 财政部以作业要点 与行政含令的形式 继续发放税务奖励金 甚至还区分个人奖项和团体奖项 就连发个新闻稿 或内部装修等等 与查税无关的行为都可以领奖 根本就是巧利明目 滥发奖金 前财政部长张胜和 在立法院被咨询时说 没有奖金不足以养联 这就是财政最高官员贪烂的嘴脸 他更大言不惭地说 过去国税局局长 可领奖金百万元 就是因为这样变调的激励制度 让税务官员心中魔障升起 一般无辜的老百姓就等着倒霉 形同虚设的救济制度 更让政府永远是胜利的一方 西方有句古老言语这么说 你会膜拜神明 你会遵从国王 但真正让你畏惧的人 其实是税励 一语道尽了残酷的真相 新的一年开始 希望我们的国家更加进步 废除税务奖励金 就是一项小小简单的动作 好让我们可以看到 政府愿意反省改变 千万不要忘记 历史上最伟大的反抗暴政行动 往往都是以高举抗税 作为鲜明的旗帜 节目的最后 邀请您一起来听听 《良心时代》这首歌曲 《良心怀供财》 《良心怀供财》 《天地供生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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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